手机我竟然放在这里 很不习惯了 这种样子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有的话 你基本上就因为这飞扣飞抢 这时开始度假之后 之前我们在那9个国家 都是属于修行之旅 出了机场之后 左手边我身后的这个房子 租车的公司全在这个里面 他不在机场里面的大厅里面 租车的时候 他问我要那个电话号码 刚才准备在这买 他有500块钱 查了一下费物500块钱 人民币100 一般我觉得国外旅游的话 电话卡在三四十左右 100块有点贵 就没有买了 现在我们租的 这辆小车 300 320 微型吊车 性价比还不错 好气眼的阳光 似曾相识 似曾相识的场景 这是今天最繁华的地方 鲁翼港 这个就是叫停车费的机器 4个小时 80个人 OK 500兆一张电话卡 才需要125当地银 所以说机场还是比较深的 在非洲三个月了 第一次自动装扮 因为我觉得这边非常 还挂了一个单板 单板 标准的游客造型 在非洲一路上 这种样子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有的话 你基本上就意味着飞透飞墙 这边完全就是一个大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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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这么美的风景 想到这一路 这一路太平均了 用前的车去海风看着风景 然后手机我竟然放在这里 很不习惯了 然后包我也没有锁 拉链还是开的 因为这个拉链 昨天被海关搞坏了 马达家私家海关查的太远了吧 是吧 把包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发出来了 连我的眼睛和我装那个什么的小包裹 化妆包全给我一个一个掏出来了 所以你要是小松 把大家在家带个珊瑚 二手烟火红枪录片 点个关注再走吧